小朋友,你们好! 今天婆婆要来跟你们讲一个古代的故事 题目是司马光杂钢 司马光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很入学问哦 他小的时候群愤好学 司马光有一群小朋友 他们很喜欢在后花园玩 后花园有什么? 后花园有一棵大树 树后面有一个大水缸 钢里蓄着水 大人们常常告诫孩子说 你们不要常在这里玩哦 要注意安全呢 可是小朋友们有的却听不进去 司马光有听进去 有听话 有一天 有一个小孩子 他爬到树上去 坐在墙头上 司马光就告诉他 小朋友快下来 那是很危险的 可是他不听 结果 一个不小心 他从墙头上 跌进了缸里 其他的小朋友 看见这种情景 都急了 他们有的哭了出来 有的连忙跑回家去叫大人来 司马光对着缸里 挣扎的小朋友说 不要怕 我来救你 可是 大水缸太沉重了 司马光的格子又小 他推不动 正在很着急的时候 他想 要是等大人来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他集中生智 搬了一块大石头 对着缸里面 砸去 只听到 咔嚓一声 缸破了 水一涌而出 一下子 水就流完了 躺在缸里的小朋友 大声喊 救救我 司马光一边 一边安慰他 一边就把他从缸里 拉了出来 这时候 大人们已经赶到了 当他们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时 也知道小朋友得救了 他们才放下心来 夸 司马光是个既致 勇敢的好孩子 好了 婆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啦 再见